关渡之战袁曹各有多少兵力 一说袁绍多于曹操十倍 这个可能太夸张 另一说袁绍多于曹操三至五倍 总之曹操经不起消耗 只能瞅空袭击 经过出战回合的较量 双方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决定权 袁绍继续领先持优 曹操虽在严金白马小胜两场 但守不住那就只有撤退 一直退到了关渡 袁绍继续追击扩大优势 曹操没有退路了 于是双方在关渡扎起营垒相持 曹操问袁绍 我保证天子已经封你为大将军了 你为何还要谋反 袁绍大怒 你是汉贼 罪恶弥天 甚于董卓 曹曰 我奉圣旨来讨贼 少曰 我奉秘诏来出监 都有理由 那就靠实力说话 袁绍兵多粮足 曹操兵少粮缺 如果千言日识 曹操就必定会被袁绍拖垮 因为这是一个确定因素 所以曹操不得不采用急攻战术 对攻越激烈 不确定因素就越多 双方谁都难于控制局面 那么胜负就靠豁然率来决定 曹操的这个选择 总是比拖下去必败要好 因为持久战没有胜算 而急攻战至少也有百分之四五十的胜算 对于曹操的急攻 袁绍没有硬拼 而是万怒齐发 天天对着曹营乱放剑 射得曹兵不能出营 从而破解了曹操的急攻战 曹操剑军心慌乱 就叫人设计出一种发射车 于是这边炮石飞空 往上乱打 那边剑如雨下 往下乱射 双方都死伤无数 最终还是石头的威力大些 打得援兵不敢登高射箭 袁绍又派人挖地道 从地下进攻曹操 曹操就派人决肠欠 援军决道欠边 不能入双方兵来降党 各有破解之妙招 所以都不能取胜 既然打不出胜负 就再比消耗粮食 看谁熬得久 看谁拖垮谁 那么局势就变成了持久战 消耗战 这样继续演变下去的结局 就一定是曹操方毕书 自八月起至九月中 曹操军力建伐 粮草不济 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消耗竭尽之前 他也打起了董卓的算盘 准备实在是不行的时候 就携天子迁都逃跑 并且已经计划好了 十五天内撤军 再选择逃跑 还是继续顽抗这两者之间 曹操咨询了寻玉 假许这两位天才级的谋士 尽管顽抗的结果是输 但这两位天才谋士 还是都叫曹操继续顽抗 那么这一决策究竟如何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寻玉说 袁绍 这次清朝而出 就是来和你决一死战的 你往哪推 你没有退路了 只能硬撑住 寻玉说的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因为已经没有其他好的选择了 如果选择逃跑 一是没有逃跑的路线 因为袁绍已经安排刘备 勾连刘表 在曹操后面拦截 二是逃跑必死 还不如顽抗到底 反正是一死 此时曹操只剩下两个选择 如果逃跑 结局是失去所有的战绩 迟早一天被袁绍轻松歼灭而亡 如果顽抗 结局是马上就可能死掉 但有可能获得意外侥幸的战绩 这是一个经典的赌博理论 若是方注定迟早是要输光的 还不如成早 与死网破 孤注一掷 拼了一死 也要博一丝 侥幸获胜的机会 贾许说 丞相 你的智慧超过袁绍 勇敢超过袁绍 用人超过袁绍 决断超过袁绍 只要你下定决心 一定能胜利的 贾许说 曹操 有四个方面超过袁绍 都是虚的 这些优点在和平时期是有大用的 但在现在的战争局势中根本就起不到半点作用 现在的事实是 第一 袁绍的兵力超过曹操数倍 第二 袁绍的粮草充足 曹操的粮草已经进决 贾许说 一定能胜 则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从哪胜 怎样胜 根本就没有取胜的条件 前面我们说过 高明的谋士 做荒诞的预言 也是一种优选 所以 二位谋士都只是在给曹操灌输精神胜利法 不停的鼓劲 叫曹操硬撑下去 那么硬撑下去 怎样才能赢呢 两个天才大脑 居然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 他们给曹操提供的取胜方案为零 为什么想不出取胜的办法 只能说确实没有办法了 因为在战争中 弱者失败 是常态